欢迎出席今天的媒体发布会 今天的医生是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 张竹军医生还有刘家李立叶医生医管局的行政经理 他们会告诉我们医管局的情况 还有个案的最新资料 李医生 国会社民好 医管局现在共有2453名绝诊病人 缺谨者留意339位是新增的绝诊病人 在隔离设施的病人当中 541名是在隔离病房 182名是在二线病床 599名在北大榆山医院 香港控制中心177名在压缚馆 248名是新增的病人 昨天承报了10名病人 未带9名严重 10名未带的病人中 四名打了三针 三个打了两针 还有三个是没有打过针 现在留意的绝诊者当中43名是未呆 41名是严重 实际上是未呆病人在胃中病房留意 离世的个案今天新承报了10例 十例八男两女 62到99岁 六回离世的病人 没有完成接种三针的疫苗 只有五个病人是打了两针 还有病人没有打过疫苗 他们是并不是来自院设的病人 十个离世的病例之中 五会是跟新冠病毒病有关联的死亡 另外的五会是有怀疑 头五会 99岁女性打了两针 8月22号 经伊丽莎伯医院的急诊室入院 有发烧 夫妻困难 还有含氧量下跌 测试阳性医院里面需要氧气 情况变差 27号就离世 第二个是85岁的男性 打了两针 有糖尿病还有关心病 8月27号经联合医院急诊室入院 因为夫妻困难 快速检测两天前 在25号是阳性 血含氧量下跌 我们一级要给他高浓度的氧气 8月27号的上午就离世 第三个83岁的男性打了三针 有职场癌的背景 7月16号经伊丽莎伯急诊室入院 发烧 多毒射 还有血压低 他的情况是细菌进入了血液 所以血压下跌 情况稳定以后就转去王大仙医院 因为外科的问题转过去 在7月底 8月1号 4号 还有26号也分别 进行了核酸检测 是阳性但是那个CT值是高的 8月27号发现他不清醒 心状优客就离世了 第四个91岁的男性 没有任何的疫苗记录 有病癌和心房的问题 7月20号在马加列医院入院 有发烧和肺炎 情况好转以后进去了北大榆山医院 继续治疗 8月9号 转过去 之后情况反复 8月24号转回去伊丽莎伯医院 26号核酸检测阳性 他的情况 其实之前已经转差 27号中午时分 他就离世 第五个病人 94岁 男性打了两伸 有贫血 他是在 人籍医院 急诊室 8月19号医院 血含氧量低 检测阳性 有肺炎 之后变差 8月27号的晚上离世 之后的五个病人 我们相信是跟新冠病毒病的关系比较小 8月20的男性打了三针 有关心病 8月26号进联合医院 急诊师入院 因为他碰到头 还有跌倒 脑 脑扫描 显示有脑出血 进去的伊丽莎伯医院的脑外科病房 检查是阳性 脑的问题 一步一步转叉 27号离世 第七个病人 69岁男性 打了三针 本身有末期的前列腺癌 8月25号 经天水维医院的急诊室入院 他的身体变差 还有碰到头 转到团门医院的 然后8月15号 发现核酸检查阳性 26号 情况突然转叉 血压下跌 下跌我们怀疑是内出血 27号就离世 另外三个病人在急诊室 发现检测阳性 62岁男性打了两针 有肝癌 分泌不行 人际医院长久无效 快速检测是阳性 另外六十六岁的男性 打了三针高血压病例 在家里面 在街上面分泌不行 送到东区医院急诊室 快速检测阳性 8月27号离世 最后80岁的女性 打了两针 有肚子疼 第二天分泌不行 送到广华医院急诊室 8月27号上午的时分 急救无效 离世 快速还有核酸检测也是阳性 他在中午时分离世 我们的员工方面 新增133名员工 绝诊 31名员工返回工作岗位 另外公报 沙田池县抚养院的疗养病房 发现一名病人服务处理 在8月22号绝诊 检开追踪调查 发现三名86到96岁的女病人绝诊 他们转到沙田医院隔离治疗情况稳定 员工的情况也是稳定 我们现在在追查个案的关联 病房已经停止收新的病人 还有探访 也进行彻底的消毒 另外医院管理局 在调整服务方面有报告 因为绝诊数字不停上升 我们需要集中资源 抗议还有人手 到指定诊所 还有邀居的服务 所以医管局 这下的部分普通科门诊 明天开始会调整服务 包括减少诊证时段 受影响的诊所的名单 已经发给大家了 我发现疾病疾病的病人 可以到其他的普通科门诊 还有私家医生有诊 要是已经预约的病人 长期病患者 请按原定的不诊的日期 带到那个不诊的便条 还有身份证 到指定的药物补充诊所去取药 除此之外公立医院因为疫情 个案上升 非紧急手术还有热间的门诊服务也会减小 部分病人的治疗需要延期 希望理解现在我们全力在抗疫 我们要因应疫情的发展 调整部分的服务 我们会继续监察那个情况 还有需求 要是情况变差 我们需要进一步减小服务 调动病床还有人手抗疫 我再次请市民不要对疫情掉以心心 要是没有接种疫苗 要是你是长者或者是儿童 应该立刻接种 还有应该定期做出检测 有病征 无论多心危 也要看医生接受治疗 避免恶化 谢谢 大家好 我们昨天本地阳性的总数是9494中 包括核酸检测的2930中 快速检测的6555中 另外有213的输入个案 包括一个86中的检测阳性 快速的27中 我们在123中的个案里面 有89中是在机场的样本阳性个案 另外在第一天 第三天检测酒店 还有另外检测中心找到的个案是60中 第四到第七天 社区检测中心测试阳性个案有51中 另外第八天以后到第十天 检测中心阳性的有13中 大部分是高CT值个案 213中来自200多的地方 以下6个地方是有超过10个个案 包括过亚 25中是印度 20中泰国 18中菲律宾 16中是英国 美国各自16中 新加坡12中 其他49个地方 输入10中或以下的个案 刚才李医生说了 今天有10个离世个案 我们对死亡个案是9451中 院设今天有几家 是昨天承报的院设 有些个案需要院友检疫 香港路德会 路德会黄震灵 案老院是西宫的 有一个院友确诊 有三个需要接受检疫 园护老院日监中心 在顺利村 有五个院友需要接受检疫 寻道会里屯门 有两个院友确诊 五个院友需要检疫 有三个院友需要检疫 另外明爱宿舍是邮件网的 有一个院友确诊 有四个需要检疫 今天星期天不用上学 我们没有一些新的学校 需要停课的 在变异病毒株 我们怀疑BA15个案的比例 在持续上升 8月25的样本 已经上升到50.5%的 另外BA2.12.1 还是在地位7.5% 我今天的报告就那么多 现在提问时间 在提问之前就介绍一下自己的传媒单位 凤凰卫视的 首先今天的个案接近1万 什么时候会突破1万 会不会有一些准备方案 第二特首昨天呼吁私家医院要积极接受转介的病人 经过它呼吁之后有什么进展呢 另外想问8个人聚餐 需要提交快车的证明 如果是康复者有没有扩免呢 这个 前几天我们看到这个 趋势还是在上升是比较快的 如果超过1万是意料之内的 政府也推出了 政府也推出了防疫措施 希望大家能合作一下 其中包括在聚会宴会要进行快车 快车 理论上是需要做的 无论是康复者也好是需要做的 在私家医院方面我说过之前 有些早期的问题 其实大家都能医治 现在私家病床的用量 有364张 用了257张 有上升的 这个也需要感谢私家医院的帮忙 那 闹TV 昨天确诊的17 17个月的男婴她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打针前后 要不要给小孩做快速测试 因为家长不知道小孩感染了去打针 这样会不会引起更大的副作用呢 我回答儿科病人的问题吧 10岁那个男童 从生气治疗部转到普通病房 现在是需要低浓度的氧气 另外17个月大的男婴 她现在还在儿童生气治疗部 她的氧气调到2升 也没有抽出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 我们暂时没有证据 打针前如果是感染 如果是免疫 PCR阳性或者RET阳性 当然要避免去打针的地方 因为有其他人可能会传播 已经阳性的个案 我们就要当时阳性的处理 然后隔离 我们现在也呼吁市民尽量的利用快车 有线电视想问一下 有酒家有很多测试包给客人 那么会不会担心客人在门口测试 会有传播的风险 最后想问 市家医院接受接病人的情况 特首曾经批评有点慢 能不能加快一点 现在确诊的数字没有突破一万 医管局已经缩减服务 会不会来得太快 未来确诊数字要到什么程度 会减少服务 我们建议市民做快车 又需要在家里或者是没有传染的风险 因为你要脱口罩做测试 应该是跟别人保持距离 市家医院方面 我说了是一个早期问题 双方在对接沟通 需要花多点时间 随着时间 现在大家合作好了 效率提升了 我觉得不应该说 哪里出了问题 谁的问题大一点 在门诊方面 跟之前的情况有点不一样 医管局现在有邀居的诊证 我们邀居的诊证 还有诊所可以一起来说 他们给家居高位病人长者 甚至其他病人提供诊证服务 随着第二期的服务 我们的配额打算大概在2000左右 我们从1300到2200 现在是第三阶段 我们的配额也会提升到3000 所以接下来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可以调教的 所以不一定是一个硬指标 要开多些诊所等等 如果真的有需要 我们会灵活调配诊所 或者是邀居服务的 无线电视 想问一下这个疫情的趋势 刚才张医生说 一万是一六之内 但是下星期又开学 那么社交的活动会增加 那么上升的速度 可能不止一万 可能超过一万 另外当局要精准的抗议 不一定收紧社交措施 你觉得哪个是重点呢 会不会担心市民对措施感到无奈疲倦呢 另外想问 刚才说了有些年纪大的个案 他们确诊了 情况稳定了 就转到北大玉山 或者是去了其他医院 他们这个情况会调整 因为年纪到了 不如让他们没有病毒 才跟进他们的问题 我想开学应该 不一定会跟疫情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开学的话 那学校就是 学校就是有聚集的地方 可能会有传播 所以每天师生上学之前 也需要进行快测 确保不会把社区的病毒 带进去学校引起爆发 先不论新冠病毒病与否 病人进医院以后 病情稳定 就会需要复康服务 不同的联网会有分别 但是我们也会把病人转到 复康病床或者是别的医院的 复康的病房 新冠病人也是一样 以那个病人为例 他在马加列医院 那是一个急诊医院 有急性的问题 包括发酵 还有细菌进入血液 他的整体的情况已经转差 所以他需要复康的服务 所以转去北大渔山感染控制中心 因为那里有一些给新冠病人的复康服务 那我相信是一个合理的转送 下一个问题 我们听英文的问题 右手边的女士 你好 我是南华早报 感染的数字今天超过9000 防护中心会不会打 估计未来几天会超过1万 那B.4.5的比例已经超过 在8月25号已经超过B.2 所以会不会宣布B.4或者是B.5 是现在流行的病毒株呢 那有多少病人是在第五波里面感染了B.4.5 或者是B.2.1 2.1 那那个感染的数字 还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个上升的速度比之前快 B.5的阿密克戎的病毒株的比例上升 所以估计很 估计未来几天可能会超过1万例的感染 那你问到B.5的比例 在8月25号我们的实验室市市道的样本 那个比例已经是50.5 B.2.1 B.2.1的那个比例 维持在大概7% 所以其他的应该是B.2.2 应该是43个巴仙 所以现在流行的病毒株已经是怀疑的B.4或者是B.5了 但是我们还需要观察多几天才可以确定那个趋势 大概1%小于2%的每天的绝诊的数字是负养的个案 下个问题 左边前排的男记者 你好我是AN730的记者 死亡个案方面 第二位是85岁的男性 进医院一个月以后就三次也验到阳性 有高的CT值 那8月1号那一次的CT值是不是还是很高呢 会不会是第二代感染呢 四家医院方面有364张病床 那他们加床的那个实验表是怎么样呢 是由谁提出的呢 关于指定诊所 关于暂停门诊服务 请问这一批会有多少人受到影响呢 指定诊所的数字跟邀居诊证的数字一起 那你会参考什么数字去决定那个需求呢 这两天那个服务的用量是多少呢 那关于集中人手方面 怎样可以加强这两方面的服务呢 关于私家医院我没有实验表 关于病床会怎么增加 我相信私家医院会跟我们有讨论 你提到的那个应该是83岁的男性 他是有职场癌的病人 经伊丽莎伯急诊室入院 情况有点复杂 8月1号4号跟26号也是核酸阳性 CT值是3535还有大于30 这个情况我们相信是一个所谓后期的个案 或者是可能是一个第二次感染的情况 暂时我们不肯定他是不是在院内感染 我们经常认为他不是 现在部分的普通课门诊会调整服务 因为我们需要集中人手提供遥具的诊诊 遥具的诊诊服务还有专科门诊的人数 现在我们要那个数字 我们已经在调配人手 在第三阶段有2200个的配额 我们已经加到3300个名额 在这个水平要是还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再加大 那再加大的话 会是安排更多的实体的诊所 还是遥具服务的名额呢 现在我们还不清楚 但是从我们开始提供遥具诊诊之后 其实反应不错 对市民的帮助也大 也减轻了一些指令诊所的压力 关于用量方面我没有数字 最后一个问题 前面的记者 你好我是明报的记者 李医生在住院病人 不是在二线隔离病床 不是在北戴鱼山压伯馆 剩下来的1000多个病人 他们是什么病人呢 他们住的病房是怎么安排呢 是不是要负押病房呢 调动病房的方案来说 是不是在不同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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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门把整个病病房变成负押病房呢 那现在有多少员工 还是不能够回到岗位工作呢 关于门诊 调整服务以后 有多少个病人会受影响呢 那关于私家医院 关于转介什么类型的病人 是不是有跟私家医院有讨论呢 是只是会转介 那些复康病人还是手术病人 有没有讨论呢 那现在主要是什么类型的病人 会转介过去呢 私家医院 我们一直有讨论 当然 会集中非新冠病人 除了中文大学 呃 那个医院可以接受 24个确诊病人 我们 其实 没有 太大的贵限 但是要相对稳定的病人 无论是内科 还是其他手术检查的病人 都会有 那个涵盖面积很大的 普通客门诊 估计受影响的市民 我手上不能够猜测 病床调动 在我们联网医院 当然要考虑人手 第二 究竟 那个病房 可以 能不能做隔离病房 它的能力有多大 这个很多问题需要考虑的 北大鱼山 香港感染 控制中心 还有压迫管 两个 有一个协同作用的 这个 香港ICC 它有750张病床 压迫管有200张病床 其实我们 第一队主力 接受医院转过来的病人 都是确诊病人 就是还不能出院 通常他们进来 通常他们进来 会 我们可以 提供治疗 可以提供 其他的 诊证 这 两个社区 治疗 设施 就像医院 我们 会有医生 巡房 也可以进行抽选 拍床 压迫管 也会 提供两方面的协助 我们社区老人家 可以直接 进行隔离 也有适当的治疗 第三 如果 社区者 隔离设施 比如说 诸高弯 情况 比较复杂 需要 多一点护理 也可以转送过去的 所以基于这三方面 我们 目前 病人人数 稳步上升 我们差不多 有800个病人 好 记者会结束 谢谢 谢谢 谢谢